大家好 我是華信投資長 那今天在美股道瓊在創 近期的新的高墊 當然在中美的一個貿易這個地方 開始有一個轉圜的 這樣的一個餘地 所以在整體的一個大盤 因為之前受到利空的影響 跌破連線 那我跟各位講說 其實我們從 最近這一兩年的一個走勢 每當跌破連線 都是在個股 最好買波段的 這樣的一個大好機會 我想在這一次各位看到 就像說在被動年間 我之前提醒各位 1000塊以上的國序 當然 我說 你一定要賣出 你不賣的話你看 那是不是一路跌 那跌到600塊以下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價值到了 不用再去殺地 所以我說股票的一個操作 這個地方你一定要懂得 整個趨勢的一個操作 所以在整體 我不是說國序這個地方你要爆長期 但是至少說 他跌升之後 他 將有什麼 做一個反彈的一個格局 那上來的一個壓力點在哪裡 你也要知道 所以 一檔股票 他的一個左勢 他每一次走的一個插座 你一定要去掌握你才有辦法 能夠 能夠在這個市場裡面 能夠持續賺錢 那被動元件 我們在這一次 方空為多之後 各位看到 氣象 花心科各位 那是不是也是 從低檔我們方空為多 他開始慢慢漲上來 但是我們這個只是 跟各位講說 他跌升之後的 反彈的一個行情 我沒有說 他們他在走回升 只是說 我們能夠賺價差 盡量幫你賺價差 那以大盤的一個結構上來講的話 各位看到 跌破零線之後 那量能是收的 如果說量能是收 這代表 籌碼已經殺不下去 那殺不下去這個地方 就是要反彈 那 整個大盤的一個 結構上來看的話 那其實我們看到 從漲價的一個概念 被動延線 先止跌之後 那今天各位看到 像矽晶岩的昨天 殺到跌停板的 我相信這一檔環球晶 那也開始做一個止跌 這樣的一個動作 昨天殺出大量 這代表說昨天 斷頭的籌碼 包括在這個地方 破底去殺的人 的籌碼都已經被收走 這根大量哥你看到 那是比之前 這些量更大 這代表 在高檔 套老的這個地方受不了 去停損 昨天 你看全部都被收走 籌碼被收走 那 以目前的指標已經得到低檔 所以我說這種股票 你不用去殺低 最弱勢的 矽晶岩如果止跌 那這個大盤 我認為他有機會 再站回什麼 站回臨線這個位置點 所以做股票 不要說這個地方 那每次都是 人以一言的時候去追高 但是現在跌下來 反而是一個機會的時候 那你們又把它放棄 又把它放棄 所以 以整體的一個架構上 我想 最近我們跟各位講的 一些個股來講 最近的一個表現 那都是比大盤更強勢 我想 很多個股這個地方的一個操作 你看整體 最近各位你看到 那是不是都是領先大盤大漲 都是領先大盤大漲的股票 所以 以整體的一個架構 各位看到 像美律 你看除完洗之後 他也是在高檔 你把他還眼前止 他也是 在高檔做震盪 有沒有大跌 沒有 所以我說做股票 你要賣 買什麼 買趨勢的回升 你不能說這個地方 然後 一路去買跌 那買跌的話 我跟各位講 你要買到什麼 價值到 就像說 上癮 我們在低檔開始布局 為什麼 因為他有他的一個價值在 所以你看到底部開始出量了 之前的停損賣壓出來之後 那量收之後開始放量 各位看到 那這代表什麼 斷頭籌碼都已經被收走 所以基於這樣的一個架構之下 我想這些跌身的股票 那現在剛好是在連線 以下的時候是最好布局的點 如果說有興趣的 我想我們 我們都把第一手的一個訊息 我們在我們的LINEET裡面 能夠 跟投資朋友 來分享 所以免費的LINEET 我希望 各位好好利用 那接下來 很多好股票 這個地方 會壓不住 會大漲 那你一定要鎖定 我們您同一天再會 本公司以望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